和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报道 阿联酋卫生核预防部宣布 正是在该国注册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 报道援引阿联酋通讯社报道 该国卫生核预防部9日宣布 对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该国进行注册 这一决定适应此前国药集团下属的 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提出的申请 而作出的回应 报道称 阿联酋卫生核预防部与阿布扎比卫生部 还已经对国药中生提交的 三期临床试验数据进行了复核 这一对持有125个不同国籍的 约3.1万名志愿者进行的临床试验显示 这款中国生产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对抗病毒感染的有效性为86% 中和抗体转阳率为99% 能100%预防中度和重度新冠肺炎病例 而相关研究没有发现疫苗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阿联酋通讯社还透露 这款疫苗其实在今年9月 就已经在该国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 以保护在疫情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 阿联酋官员对这一紧急使用授权进行的后续评估调查结果 与国药中生方面提供的临床试验数据相似 显示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 受罪